就是有一些驚悚覺得它其實有血啊 或有屍體的聲音 你會覺得很噁心 如果說就是它的音樂加它的場景 你就會覺得它不是一個很噁心的畫面 而是一個美到讓你覺得有點毛骨悚然的那種感覺 來 妳是 我是這一集的Netflix之優神珍妮華 珍妮華 妳又是 我是偶爾看Netflix的Netflix實習生Zoe Zoe 偶爾看所以是妳有繳錢嗎 就是繳的錢然後想看就看喜歡就看 妳在裡不缺錢 呃缺 缺 OK 好好 信箱把它打在這帳號打在這 大家找的阿姨 好 這不是重點妳是誰 我是剛從YouTube轉學過來Netflix的依依 歡迎 歡迎歡迎 好 所以今天是就是 你們兩個要推薦片單給我 就這麼簡單 沒有 我們今天要推薦片單給觀眾 但我們跟妳要玩一些別不一樣的 幹嘛 對 我們就為妳準備了一些小遊戲 對 試習室開課囉 開課囉 開課囉 3 2 1 有看過了應該都知道吧 我覺得我畫得很好 我覺得我畫得很好 我真的是有猛男欸 欸妳畫得很好欸 有沒有猛男 不是吧 靈魂畫手的代表欸 沒錯沒錯 我選他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這部劇 這部劇呢就是近期很有名的 懸疑驚悚劇 它叫第二聲林翔 那第二聲林翔它講的是什麼 它講的就是呢 有關於一個男主角呢 因為呢某一個打架的時候呢 傷害了一個人 然後就被判入獄 那之後出獄之後呢 它又呢 遇到了一個修女謀殺案 那在這個修女謀殺案之間呢 它又卷入了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那為什麼 對 這邊我們裡面有一些修女啊 警察啊 那些旁邊的人物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會喜歡這部劇 第一個就是因為它是懸疑驚悚劇 所以它強調了很多 就是人性的黑暗面 還有就是它的每一個角色 的故事都很完整 所以你會一環扣一環 然後你就是會 從很多小細節裡面 去找到答案的真相 然後還有很多的反轉 跟很多很精彩的內容 就是它把推理的內容 真的做得非常的完整 Round 2 Round 2 Everybody 好 3 2 1 我就問一句 這什麼東西 橡皮筋 小動物 小動物 好等一下再來 車子上面兩個人的地方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有看到不覺得 它就是一個海報 不行不行 我覺得它真的太紅了 所以你要選擇它的是不是 沒有 你在多用心啊 你在多用心 好啦對不起 那你介紹一下你的嘛 好 終於換我介紹了 好 看一下小超 不好意思 小超 我們這邊就是這麼free 就是這麼free 對我這一部呢 就叫 走什麼心啊 走心的推薦 OK OK 然後這一部就叫 禁止森林 有沒有看到 它有一個禁止 然後裡面有個森林 所以它就是 禁止森林 喔 禁止森林 不是禁止森林 森林 OK 中文很棒 中文誰教的 體育老師 體育老師 沒有 禁止森林 對 然後它這是一部 2019年的台劇 然後到現在還可以 在Netflix上面看到 然後你看到裡面的 四個人呢 他就是我們這一部戲的主角 這部劇呢 主要就是圍繞著火線新聞 所以有寫火線新聞的 新聞工作為主 就是當這個報社 才能面對一些高層或者是 政治人物的一些 威逼啊 那些恐嚇的時候 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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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或者是想要試圖去干預 這個新聞的自由的時候 這幾位主角他們 該怎麼做呢 怎麼去捍衛這個新聞的價值 對 就是我覺得它看點就是 你對可能記者工作很有興趣 或是其他新聞議題 很有興趣的人 就是蠻值得看的 對 那你為什麼喜歡 就看他們那種 很有正義感的記者 去怎麼對抗這個 極權 對 對 這個惡勢力 就是那種爽感 如果它海報長掉 你會想看嗎 我們要再下一位 那你會 我們先看 耶 我們對手 現在一瓶一瓶 二 一 我又問這是什麼啦 好危險 不是 請問這個綠色 這個是有什麼深意 還是說不小心 沒有就是 就是這個海報 就是這個 眼睛之筆 亂切 好的 那這部劇呢 就是一樣最近很 受到大家歡迎的 三人要守密 兩人得死去 大家請在這邊幫我 音色那個海報 真的長得一模一樣 謝謝 然後呢 這部劇呢 主要就是講述三個人 他們之間的三角戀情 那 他們既是三角戀情的關係 但同時呢 他們背後又暗藏了一些 很恐怖的秘密 而且呢這一部劇最大的看點就是 你一定要看到最後一刻 你才知道真正的反轉 他就是一直反轉 一直反轉 這個女主角呢 他跟這個男生相愛 可是之後他發現這個男生有老婆 但是這個女生又剛好呢 跟這個老婆成為好朋友了 那這三角戀到底怎麼解 無解 所以呢你一定要看到最後會有很大的反轉 他拿刀子啦 刀子啦 對對對 這部劇呢最大的看點就是呢 第一 就像我剛剛講 他的劇情反轉很多 而且我就是建議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是喜歡看影評或劇透的 真的不要去看 就是你就是一張白紙 然後去看這部劇 你就會覺得超多反轉 你會覺得劇透會少了一些 對會少了一些驚喜 而且你一定要撐過 就是大概在三集以後 他就會非常精彩 超級好看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很推薦是因為 他的音樂 還有他的畫面 都非常唯美 就是有一些驚悚劇 他其實有血啊 或有屍體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噁心 如果說就是他的音樂 加他的場景 你就會覺得他不是一個很噁心的畫面 而是一個美到讓你覺得 有點毛骨悚然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的體驗是非常特別的 我覺得這部劇就是 跟我們剛剛上面介紹的另外一部選一劇 他是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好來 第四位 等一下我準備好了 現在不准笑 好 3 2 1 來 我看我看 對對對 我覺得你沒有資格笑別人的男主角 什麼東西 我這個超明顯的啦 給他一個 給他一個那個 這個很帥耶 我這個超帥的 男主角很帥 但是我滿想知道他那個是什麼的 好 就開始到我的新創時代 就是去年的一部劇 然後這個男主角呢 他就是男主角 他就是男主角 誰 男主角 這很帥的那個 很帥的男主角 像 超像 然後女主角是秀智 然後這一部就是 有點像青春追夢劇 這是非常適合我們現在想要創業的人 所以他主要在講創業 對 他主要就是講創業的 我覺得 他的劇裡面就是有一些情節 就是 滿符合到 就是我們可能 自己有很多事情想要做 可是 同時 因為年紀的關係 或者是 其他的阻礙 比如說家人啊 家人的壓力啊 經濟啊 之類的時候 就是通常 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就會遇到很多的難關 可是我們就可以 看到主角們還有其他角色們 他們 去 怎麼去努力的爭取啊 這什麼 怎麼從 沒有到有的這個過程 就是非常振奮人心 非常勵志的一部去 很勵志的一部去 對 色觸 對 色觸看了會很共感這種 對 非常有共感 你是色觸嗎 我不是啊 你是誰 那你不能看 因為他還是會遇到很多 會有很多共鳴的地方 對 共鳴的地方 或是遇到一些困難之類的 可是人生一定遇到困難 那你有時候看別人怎麼解決 或是別人怎麼面對的時候 你自己也會有一些啟發 沒錯 有沒有很勵志 勵志人生 下一步 下一步 準備HUB嗎 下一步 OK OK 3 2 1 可是我這部一定會 欸 我們也有塞個人的 這一次 我們有塞個人 欸 可是你一定要選這部 同一部嗎 沒有 可是我的比較帥啊 我有兩個帥的 可是這一部是最近 你知道 等一下 人氣最旺的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香蕉吧 馬尾啦 馬尾 這部劇呢就是 我是移物整理師 那這部劇 知道吧 知道吧 就算你是轉學生 你也知道對不對 有啦 很紅 沒錯 這部劇呢就是 改編自韓國的一位移物整理師 驚喜別他所親自撰寫的小說 那故事呢就是講素 和有亞斯伯哥鎮的男主角韓克魯 跟他有前科的叔叔 曹上九之間一起擔任移物整理師的故事 那移物整理師呢 他其實就是 他們會去已經過世的人家裡 去幫他們整理他們那個最後的家 然後再整理出一些他們認為很珍貴的回憶 或很珍貴的東西 然後給他們可能身邊的親朋好友 然後為他們傳達他們最後的訊息 以及最後的一些愛意或歉意 這很偉大 我從第一集哭到最後一集 哭到兩包衛生紙 但是我覺得這部劇 所以會讓我喜歡是因為他講了很多就是 很多小人物 他們真實發生的故事 就可能我們身邊也每天都在經歷很多的生死離別 或是在經歷很多相關的社會議題 可是他不會用那種就是要教育你 或者是說就是硬要跟你講這個觀念 他就是用一些很純粹很簡單很優美的文字 還有故事畫面去讓你會覺得暖暖的 然後你就會很想要 暖心 對 這是暖心 這是愛很溫暖 就會很想要去思考他背後想要傳遞的寒意這樣 所以我很喜歡這部劇 因為他真的太好哭了 最近想哭的朋友看他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身邊 你會知道很多的職業 然後你就會覺得大家都一樣 但是當你發現說有一個職業是你從來沒有聽過 但是你去看了之後不管是真是假 你會覺得其實你不知道的反而是最偉大的 很多就是我們可能以前不了解的 或者是我們了解的可能有點片面了 但是他可以透過很短的集數 然後用很細膩的方式去告訴我們一些更多的資訊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珍貴的 而且就是如果在佳蓁的自己一個人待著 或你跟家人待著的時候 其實跟家人一起看也很適合 就是會有一種很想要抱抱身邊的人的那種感覺 對啊 都會經歷生殖的 會哭 會哭 會嗎 我想你了 那是我想你了 我好想你 不好意思 那是我的手機 你爸找你 謝謝 謝謝 還有最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很夯的一部火神的眼淚 對 因為相信現在可能大家已經看到火神眼淚到大結局了 那最近有非常多的人在分享 就是有關於火神眼淚的內容 那如果感興趣的話也可以點選我們資料獎 我們會放就是Seabook的文章介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火神眼淚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台劇 講述的是有關於消防員之間的故事 那非常聽說非常的好哭 但是因為我個人呢就是一直在等他大結局才要去追 所以如果呢你已經看了 並且已經哭得很慘 或你覺得有什麼心得可以分享的話 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還有告訴觀眾朋友們 耶 結束了 所以今天的贏家呢是我們的靈魂畫手珍妮花 謝謝 她說我不知道你喜歡特別的東西 我以後就畫這種人就好了 這真的肌力超強的耶 到底誰有辦法畫成這部靈魂 我真的很努力啦 好啦 那接下來就是懲罰時間啦 耶 那可以我彈他嗎 當然 彈他 現在口罩不能再一下 對 演習一下 這樣 好 我準備要 摺眼 摺眼 救我 有 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 那你彈我看後面 我覺得 Something 很好 好了 今天呢謝謝大家來到 Cbook的自習室哪間Cbook自習室 下課囉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